凌晨一点多少年跟着警方进到派出所 原本以为筋疲力尽的少年 会好好交代自己的身份住址 但他一下子说自己姓张 一下又说自己姓黄 带着远警在巴黎区龙米路到处转 却没任何一家人认识他 经过同仁买面包给他 冲击果妇 很谈了以后少年才说出他的真实姓名 警方柔性公事总算突破新房 原来这名少年住在新庄区 家人赶到现场亲子互动却相近如宾 原来这名13岁的少年从5岁就有撬家记录 只要跟父母亲有争执就撬家 这已经是他第八次撬家 他那天是爸爸是希望他跟妈妈一起去工作 少年不愿意的话 不愿意结果就撬家了 由于父母亲都上大夜班 对孩子疏于管教 相处产生隔阂 虽然这次警方让少年产开心胸 但是在家人待回后 少年又随即失踪 家属只希望他能够赶快回家 别再有下一次了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导